中國珠江、湘江及長江流域 連日暴雨引發洪災之際 河南、山東及江蘇等多個省份 爆出了遭遇特大旱災的消息 大片農作物幾乎全部枯死 農民顆粒無收 然而 中共黨媒在7月底卻大唱散歌 聲稱今年上半年夏糧又豐收 與歷史最高年持平 7月3號 大陸媒體發布視頻 介紹江蘇省四湖縣遭遇大旱 地塊多處乾裂 八座水庫中四座幾乎沒水 幾淋水庫的稻田也因無水灌溉 地塊出現乾裂 近7000畝稻田面臨絕收 就連江蘇洪澤湖的湖水 也因大旱而干涸至死水被了 視頻顯示 7月23號 在洪澤湖邊 湖水已經變成了一大片平地 漁民為王養殖的魚蝦大量死亡 到處都是死魚的骨骼和乾死的貝殼 就在中國多地遭遇洪涝及乾旱 導致農民顆粒無收的時候 7月30號 中共黨媒聲稱 今年上半年夏糧又豐收 比上年增加293萬噸 與歷史最高年持平 7月29號 網路社交平臺 推特賬戶《藥丸時報》發消息指稱 河南特大旱災 農民顆粒無收 和南方洪澇一樣 地方政府無力震災 而中共宣傳部門封堵言論 央媒姓黨對此衝耳不聞 推文下面的一個視頻中可見 大片的農作物幾乎全部乾枯 一位農夫站在一米地裡 難過的跳腳大聲哭喊 該咋辦?該咋辦? 不僅河南 山東也遭遇大旱 山東省蓬萊市檢察院的劉培亮 在中國及時通訊軟件微博上說 蓬萊新港街道營子裡村陳書記表示 在新港街道營子村航拍 不是親眼所見 你絕對想不到農民們那撕心裂肺的絕望 在一片黃色的麥桿中 緊狗活幾顆玉米苗 因極度乾旱澆不上水 本該齊腰的玉米苗根本沒長出來 100畝田投入4萬人民幣 損失最少翻三番 農民特別希望打一口井救命 需要10萬元的預算 農民拿不出 有網友跟帖留言說 整個6月山東沒怎麼下雨 老家山上的花椒樹都焊死了 也有網友表示 這不是天災 這是人禍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毒 南澆北漢 三峽在哪裡 南水北調在哪裡 據瞭解 只有幾家大陸門戶網站報導說 7月以來 河南降水持續偏少 氣溫偏高 37個縣市連續20天沒有降雨 全升66%的縣市重汗 其中39%的縣市特漢 7月26號 河南省氣象中心發布 氣象乾旱橙色預警 在推文發布的視頻中可見 多地農民種的玉米、花生等作物 幾乎全部枯死 河南省鄭州市西部居民李先生說 他們當地遭遇旱災好幾個月了 近幾天下雨了 但雨太小 對農田沒有任何幫助 有些地方沒有灌溉條件的農田 全部顆粒無收 政府也沒有任何救災補助 李先生說 有條件的農民都出去打工 或到城市撿破爛去了 連70歲的老人都去了 沒條件的 就到山裡採一些蒲公英 黃花苗等藥材 賣錢為生 大陸農業研究員王先生表示 近年來 各種災害在中國頻繁發生 但中共當局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 讓人們感到非常憤怒 最近這一段時間 因為涉及到一個貿易戰的對外問題 涉及到一個香港問題 臺灣問題 他已經無暇顧起名聲 王先生說 老百姓受災 政府需要拿錢震災 所以當局一直逃避 如果發生大地震之類的災情 因為在全世界的眾目睽睽之下 當局不得不做做樣子 而對外國人卻非常大方 旱災、水災年年有 當局就一直敷衍 最近 中共政權向柬埔寨援助1億6600萬人民幣 用於維修當地的總理府 截至7月 中共今年向柬埔寨提供的援助金額 累積高達60億美元 王先生表示 中共的本質就是寧與友邦 不與家奴 因此他認為 要想改變中國目前的現狀 唯有解體中共 否則一切都將無解